大家好,又來到我NetChang談賽馬的時候 明晚沙田泥地夜賽八場賽史一如既往 就介紹兩個場次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二個場次就是第三場 第三場立完整批馬,簡單說幾隻 巴基小子我覺得不合理的熱門 但是前仗跑得好,但前仗楊明倫可以抹去 你當因為他無緣無辜,拉出去衝 不是賺位的,上一場蔡明紹那一場就 一當省了位,但衝落都不多,好像回落了少許 這次配過莫雷拉就立即變熱門 除非是因為十一檔夜賽外面衝好 不是四點三半有點離譜,七倍八倍差不多 至少另外兩隻邊線少少,競歐秀 已經開始追得好,邊線馬 貝奇利,夜賽好像都頗聰明 來的夜賽放回來,放球如果有著數 這隻馬應該前速可以的 但不是配潘明暉,配梁家俊 不知所謂何事,這些馬,但出真忘牌的何言 但如果你叫我選擇,我選擇兩隻,都是半冷 我會稱高一點,就是智愛和霸氣 首先說一隻智愛,都是那一句,都很遲 高水準賽事,大前仗炮子頭贏馬 又是炮子頭,這是指標性,這隻馬 真的很厲害,這隻馬 講完第二名,上次封建四起 去到1650都保重了 這隻馬,至外你可以看得出 它是很有能力的,在這個泥地千二米 其實 那 奇普敦,那 上那一場贏馬,今季都贏過兩場 上那一場贏馬,講了一次 上次我中的,因為奇普敦全晚就是其一隻 全日就是其一隻,其一隻贏一隻 明晚奇普敦都是只有兩隻馬 這個騎士鬥志不須的懷疑 如果再不騎好一點,就不用騎了 下年在香港,我想 所以這隻馬都要回到 現在賠率都尚算吸引,九倍 另一隻馬霸氣,霸氣其實 很大危機,有危有機的 因為前一場偉達就異當講到明 他的解釋就是泥頭打下去,他不喜歡 所以他不成軍 上場就是不知道有心人,還是幕後看得這麼準 真是七檔,外面一點點,楊明倫 是避開了泥頭,算是這樣 就贏馬回來,贏得輕鬆 那這場一檔,所以是危險的 這隻馬,如果放不到出來 但如果放到出來,隨時輕鬆 再贏多一場都不一定 因為上場贏馬之大其實不差 二三碟,蝕住位子走都贏你們 那這場,假設他放到出來,拼一拼這件事 或者守到好位不會有泥頭影響的話 呢,隨時贏多一場回來都不出奇 因為其實評分是有利水平,抗到 虽然上场赢了都是加了5分 都是47分 其实都是OK的 所以这场赛事的投注策略都很简单 也是围绕了两个 智爱和霸气分别50元独赢 连赢智爱霸气30元为止 智爱霸气70元 总投注我就是200元 希望大家喜欢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话 来到我YouTubeNetChannel这个频道 去点击订阅或者订阅去支持一下我 多谢你 下集再见 拜拜